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接着来讲信用卡 那么上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下信用卡的产生发展 以及在国际上和我国的一个现状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信用卡的费用 我们平时都有信用卡,对吧,我们刷卡刷得也很高兴 但是刷卡,信用卡当中有好多坑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就很容易被坑了,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有说南京有个市民呢 两年前信用卡欠了7800多块钱 怎么就欠了那么多钱 然后呢,两年后,这个欠款欠了多少钱呢 变成了35478块钱 为了催促还款呢,就把它告上了法庭 那么在法庭上就行辩论了,对吧 说为什么7000多块钱,8000块钱能变成了35000块钱 那么这些钱是有哪些部分组成的呢 哎,他说是有本息,本金,利息,复利,以及质纳金 这四部分构成 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说,哎,王某欠钱还钱 很正当,对不对 本金该还,利息也该还 但是复利和质纳金,银行是不该收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 是不是要这样啊,我们后面再来看 那么第二个案例是这样的啊 那么欠费了500元,一年后就要还1300元啊 就是一年之内,这个钱涨了百分之两百五将近 那,那么说这个为什么呢 说这个人是个学生,对吧 哎,以前用的这个信用卡抓了500块钱 哎,然后呢,就就就给忘了 那么为什么忘了呢 就是因为他工作了 工作之后呢 他是当时用的是这个,呃,家长给的卡 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卡来还钱 那么是绑定了自动还款的账,这个账户 把生活往这个账户里出 但是工作以后呢 兼职之后,给,就没有再给钱了 就忘了还款这个事 所以说这个卡呢,就没有再用过 所以说欠了钱,他并没有,并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是这个利息你是要交的 而且这个利息会越滚越大 一年之间涨了将近百分之两百五 啊,这就是信用卡的利息 那么说到利息这个事啊 哎,他有主要两种继续方式啊 大家看一看啊 那么郑先生呢,用信用卡透支了一万四 一万四千块钱 哎,并且呢,在银行还款日之前还了钱 但是有一次我们经常 嗯啊,就说我们大概记得我花了一万四千多 但是一万四千多少,一百两百还是一百五六 可能记不太清楚 所以呢,他还钱的时候呢 哎,少还了九块钱 但是呢,哎,几天之后来了催款单啊 就因为这九块钱没有还 这个利息呀,就变成了三百九十块钱 就变成将近多少钱 十块四百倍啊 三百九十倍,四百倍 所以说呢,这个银行啊 用信用卡没问题 用的爽也可以 哎,但是如果你预期不还 那么你就惨了 对吧 哎,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要对这个预期未还的收取利息 那么如果你在免息期内没有全额还清所有的透支额 那么就要按照整个透支额的万分之五来作为利息 每天万分之五,大家看看 而且是每天哦,来寄收付利啊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四十天变成三百九 我们说九块钱,对吧 一万四千块钱 每天万分之五是一万 是每天万分之五是一天五块 五块两毛多钱,对吧 那么四十天应该是四五两百多钱 为什么变成三百九十块钱 因为是要算负利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利息是极其高的啊 那么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啊 少还的两毛四被罚八百多啊 那么这个原先生是公行国际卡的用户 哎,那么2004年再消费了三万九千多块钱 四万块钱吧 由于寄错了还款额啊 我们说三万九千七百七十一块五毛二啊 他可能哎,前面数都对三万九千七毛七 对了,那么少还了两毛四 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打个比方你,你如果用支付宝来还钱 对吧,哎,你用支付宝还钱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支付宝你还钱超过了一定钱 我比较这个三万多钱 哎,超过了一万或者两万 你每天是有额度的 每个月也是有额度的 那么你在还钱的时候呢 其实支付宝也是要收你的这个手续费的 那么如果你可丁可保一分不差的还 那么很可能这个手续费扣掉之后 你就少还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记得 切记切记 你用还款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多还上百十块钱 啊,或者几十块钱 这样保证计算扣了我的手续费 依然可以保证足额的还款 因为你只要不足额 我们看只要差了两毛次 那么他就产生了八百五十三块钱的利息 那么利息是所欠金额的 我们就不说了 百分之三十五万多 所以说信用卡在使用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很多坑啊 那么如果你不注意掉到坑里 那么你就惨了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 刷卡说的高兴 经常把卡刷爆 然后就会发现 他其实会很悲惨 那么我们现在看 我们说信用卡吧 银行卡啊 分成两大类啊 一大类叫借记卡 一大类叫信用卡 那么借记卡什么概念呢 就说我们存多少钱用多少钱 你不存钱就用不了 这个钱信用卡相对好啊 基本上不会说出现这个什么 我们说各种坑 另外一种就是信用卡 我们叫做credit卡 那么就是要一个代价 就是说你先花钱 先把钱花了 然后你再还钱 到了账单日再还 而且不是当时在还啊 是到当账单日再还 所以说你正因为有了这个免息期 我们更愿意用啊 因为什么 好像觉得占银行便宜了吗 我现在花钱 我又不用马上交对吧 我一个月以后 或者半个月以后 甚至最长五六天以后 才需要还 来占银行便宜 是啊 那么我们大家想 为什么你觉得占银行便宜 银行还这么愿意发行银行卡呢 他一定有原因对不对 一定会银行会赚钱 否则他不愿意去发这个卡 对吧 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活动 哎呦 送你这送你那 送个这个 这用那个 让你办卡呢 就是因为他银行会有费用的 那么银行在信用卡上 都有哪些费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概括的说啊 可能不全 但大概有这些费用啊 年费 利息 致纳机 小额账户 管理费 短信服务费 ATM 取款收费 电话银行收费 易利收款收费 收益款收费 移交款 扭回收费 外汇兑换收费 等等这些都是银行卡 可能收的费 那么 其实我们比较知道 年费 利息 支纳金 这几个我们好像知道 实际上可能我们不在乎啊 短信服务费 账户 管理费 这个好像我们不在乎 那么ATM取款收费 可能你没注意 但是其实挺多的啊 包括易交款 领回 手续费啊 这个也一样是要花钱的啊 一会我们解释这个什么 易交款啊 首先我们来看年费啊 年费其实 就是很多这个银行卡的 发卡的时候都会有年费 就说你给你办信用卡 不能白办啊 你要交年费啊 对不对 那么不同的卡 哎 有普卡 金卡 白金 拽石 无限卡等等 我们说这个年费是不一样的吧 年卡一般平均百十块钱 金卡呢 就是两百块钱 白金卡可能是两千块钱 对吧 比如说招行的 招行的这个金奎花 可能就要三千多 那么甚至无限卡 哎呦 无限卡就可能要将近一万块钱 对啊 所以说 哎 你的透支额度越高 其实收的你的年费就越高 啊 这个年费 所以说你有些时候我们经常忘了 哎 好像不需要交年费啊 我没听说会收年费啊 哎 为什么呢 因为是有这个道理的啊 那么不同的年卡 它们年费不一样 但是政策上有减免啊 有的要 有的不要啊 那么我们看看哪些有什么减免呢 哎 有什么减免啊 工商银行 哎 刷卡五次 都限金额 哪怕你去刷一块钱 买瓶矿泉水 哎 也可以 你刷卡五次 就免当年年费了 大多数的银行 我们看啊 都是五次左右 啊 六次 但是有些是三次 比如光大是三次啊 幅 幅发可能是六次 那么 现在啊 其实还好 现在很多银行啊 其实 你不刷卡 也不会产生年费啊 就说 有的银行在办卡的时候 会有这个口号 就是终身免年费啊 这种你就可以 放心大胆的办啊 反正你不刷 放那也可以 他也不会收你年费 但是 你放那不用 他会给你干什么 降额的 就是说 哎 你老不用 那么本来你办的时候 可能是五万的这个 额度 那么 过两年给你建成三万 再过两年给你降成一万 哎 再过两年就给你降的更多了 哎 看不同银行 政策不一样 有的可能一直不给你降 不同的银行 政策会不一样 那么性卡利息 我们再来看啊 刚才讲了年费 那么利息是什么 哎 利息就说 如果你在还款日之前 没有全额还款 那么 哎 就要给你收费了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是 万分之五 每天啊 大多数情况 我们说银行卡都有免息期啊 五十天三十天看你用的时间 对吧 比如说我的账单日是十号 只要十号 我的还款日是三号 对吧 那么我十一号还到三号 可能就要有四十多天啊 不同的银行可能不一样啊 那么最长的还款日可能要达到五十六天 那么你再下去 对对对 再下一个月的三号还 那么这样是就将有五十多天啊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最低还款额啊 我们就让他看 哎 你要还款了 最低还款额 最低还款额是什么意思 最低还款额 就是说你还上最低还款额 认为你是还钱了啊 不会影响你的这个信用啊 因为我们知道啊 现在你不还款 信用卡不还款 这个征信是很烈的 如果你三五次不还款 五六次不还款 那么你会很大的程度上 影响你的这个贷款啊 那么所以说你还到一个最低款 哎 不影响你的征信啊 记住不影响你的征信 但是该交的钱一样得交 智纳金利息一分都少不了 那么智纳金是什么啊 智纳金是未还部分的百分之五啊 比如你你呃欠了一四万块钱 你你差了一万块钱没还 那么他OK 你一万块钱没还 那么这一万块钱智纳金就是百分之五 就是五百块钱啊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银行的利息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具体可以看教材当中的呃 这个是有有表格啊 当然呃这个表格不定是最新的啊 可能银行会有最新的调整啊 但一般的情况下调整的不多啊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年费和利息之外 还有个提现 信用卡提现不像借记卡提现 借记卡提现是理所当然的 我存钱到卡里就是为了提现用 哎 但是我的信用卡可就不一样了 信用卡你是 其实你要提现相当于你为银行借钱 我们想想这个道理是不是 我摆了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笔钱 我周登基金资金周转不开 我要一笔现金 那么我去银行用信用卡提现 我信用卡是 比如说我有两万的信用额度 那么我提了两万块钱出来 相当于借了银行两万块钱啊 这和你刷卡消费还不一样 消费你是买的东西 但是你刷现金 这个钱是没有消费的 但是不一样的 你没有消费 银行就收不到你刷卡的那个手续费 明白吧 因为你在银行消费 我们后来在ATM当中会讲 你在不同个地上消费 你消费费 其实银行是要收这个手续费的 但是你如果你提现 银行就收不到这个手续费 所以银行就要干什么 除了扣除手续费之外 我还要按照日息万分之五计算利息 你提一万块钱 每天给我五块钱 一个月就是一百五十块钱 所以这个钱是很大的 每天啊万分之五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用银行卡提现 好吧 那么我们说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哎 还有一个费用可能我们平时不太注意 就是跨行 ATM预支现金 跨行取款的费用 那么这个规定当中啊 最早规定是这样的 但零卡城市 跨行取款 比如我办的工行卡 我在中行ATM机上取款 每笔费用不得低于两块钱 那么异地取款 每笔费用不得低于八块钱 以前是这么规定的 那么如果这个费用呢 手续费啊 那么按照机器所有行 比如说我这边的机器是 中行的ATM机 百分之七十 信息交易中心百分之三十 来分配啊 那么这就是你的手续费啊 你就给它交出来 那么在2009年啊 我们说有招行率先进行这个啊 那么对ATM机 手续费进行了调整 调整为四块钱一笔 以前是两块 现在是四块了 哎 那么他的手续费呢 是百分之五 最低五块 上部封顶啊 我们现在从7月1号 现在基本上 现在都是四块钱一笔啊 怎么说这就是招行 那么现在呢 那么在2019年啊 几个我们的主要的工农中间 四大银行是这样的啊 中国银行 跨行取款手续费 四块钱一笔 省内异地取款九块 省外取款十二块 你取 不管你取多少啊 十二块钱 工行啊 跨行啊 四块 异地跨行 百分之一 加上两块 啊 百分之一加两块 那么农行 同城 跨行 省内跨行 都是四块 省外跨行 没比百分之一 加两块 所以说 基本上来看啊 我们看都是一加上二 百分之一加上两块 这是异地啊 跨行 那么同城 一般都是四块 是这个大概的 这么个标准 就是跨行取款 那么为什么银行就提高了 一方面 都是这个银行的考虑是这样啊 银行是有成本的 第二 它主要是为了让你使用它本行的ATM机啊 招行为什么提钱 就是你在我这提钱 你就少一点啊 你那到外 就是其他银行就提就要多了啊 对吧 因为大家我们看到 百分之七十的钱都要给到 ATM的这个机器所在的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说 哎 银行取款 三块钱一笔要付款的啊 就像代理行收取手续费的啊 而且还要有 六毛钱的这个网络付费 所以说这个钱就比较多啊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说 我们基本上不会提现了 对吧 对吧 我们现在有微信支付宝 基本上不会提现 但是有些个情况下也会提现 对吧 那么所以说 这个表格就就列出来 不同的银行 同城跨行的手续费 那么异地跨行的手续费 还有异地跨 跨行的这个 异地同行手续费 异地跨行手续费 我们看 同行手续费华夏新业 广发是不收钱的啊 所以说一般 好像我记得广发银行的钱 收的比较少啊 你看前三个月是免的 第四笔才开始收 所以说不同的银行 对这个跨行的手续费 它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大家记得 到时候看看 哪个银行更方便 当然你得先办 那个银行的卡 对吧 那么我们先看基本的啊 比如说中行本地免费 异地是1%最低10块钱 最高50块啊 境外呢 曲线3%最低3.5美金啊 或者500日元啊 这是中行 那么它的环球卡啊 那么本行本地是免费的啊 异地都是10块钱 本地跨行4块啊 异地跨行12块啊 境外15块钱一笔啊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差不多 那么对于中行的系列产品呢 柜台曲线啊 在柜台不是ATM机 曲线金额1% 最低10块钱一笔 差不多啊 你在ATM机上 和在柜台上差不多太多 那么境外的话呢 曲线金额是3%啊 又贵了啊 最低5 3.5美元 或者500日元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呢 大家看一眼 在境内本行 境内跨行 境外和境外都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银联机构 也有不同 因为银联会 那个销杯的低一点啊 1% 非银联 比如说用Visa 或者Maskar的卡 要多一点啊 那么银联 本地的要好一点 那么工商银行曲线费 哎 异地同行1% 最高人民币100块啊 那么异地跨行 4个块钱一笔 那么境外曲线 1%加上12块钱一笔 最低14块 最高112啊 就是工行的 那么招行 招行现在境内曲线啊 每笔曲线的现金 1%啊 计算手续费最低 10块钱一笔 你取10块钱 取不出来 因为手续费就不够 对吧 你只能取20块钱啊 那么境外是每笔3%计算 最低收费每笔30块 或者是3美元 而且记住啊 你在境外曲线之后 会按照日息万分之五 征收利息 每月付利 直到还款为止 大家看看啊 曲线利息收费 当天万分之五 开始继收利息 按每月继收付利 就是说你第一个月的利息 也会按照每年万分之五 在下一个月产生利息 就是付利 也就是利滚利啊 所以说信用卡曲线 是很可怕的 就和高利贷差不多 是利滚利利上加利啊 很可怕的 一定要注意 千万千万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用信用卡曲线 那么中信银行也是一样啊 2%收取人民币 最低20块钱 中信的收取会更高一点啊 2%并且20块钱 不是一加 币不是一加二了 是一加二十 二加二十 那么境外是3% 最低三美元啊 或者30块钱 或者三欧元 差不多啊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 那么除了这个 信用卡还有费用啊 我们说还有很多坑啊 再给我分期 有人说哎呦 我买了个大件 哎呦 我买了个大冰箱啊 花了两万多 这个比较贵啊 一下还不起 没问题 你可以分期啊 对吧 那么分期也要收取手续费的啊 别人不会让你免费分期的 对吧 当然 有些时候会办活动 会有一个什么免手续费 但是免手续费 经常来说是三个月免 最多六个月啊 你要是弄成12个月 或者24个月分期 基本上不会有人给你免手续费了 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哎 不同银行 这个规则也是不一样的啊 工商银行 三六九啊 分别费呢 三期是0.5 六期0.4 九期是0.4 十二期0.35 剩下的都是0.3啊 呃 那么农行 零百分之0.6 交行呢 是三期是0.93 六期是0.8啊 其余都为0.72啊 那么建行 三期是0.75 六期是0.7啊 十二和十八都是0.6 剩下的是0.62啊 所以看起来 其实工行的是最低的啊 0.5 0.4啊 0.35 剩下的都是超过了0.5以上 甚至呃 交行快到一了啊 百分之一的手续 这个分期手续费 就比较高了啊 一万块钱就有100块钱 每期啊 这个就比较高 所以 我们说 这个手续费也是不一的 然后就质纳金啊 我们现在好好说说质纳金那个事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质纳金 什么质纳金 第一是这样的啊 质纳金是指行政机关 对不安期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相对人 刻以新的金钱给付义务的做法 所以说 这个地方指的是行政机关 啊 质纳金有个性质 叫法定性 指的是由国家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款项 个人或其他团体是没有权素质建立 所以说 有很多名正言顺的质纳金 是不是合理啊 银行 你是国家机关吗 你是行政机关吗 你有什么权利收取质纳金 但是我们以前好像觉得不可能 我们以前没觉得这回事 但是其实银行的水是最深的 好多都是不合理条款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矫情啊 但是最近有人跟他矫情了 四川这个新高新 成都高新法院就就质纳金收取问题 判决了一起案件啊 当事人沙摩啊 因为欠银行被欠款被告上法庭 要他除银行 要他除了付清欠款之外 还要付高额的利息和质纳金 但是中国总算给力了一回啊 法院明确的判决收取质纳金 违法 所以此案被称为信用卡支纳金 被否决第一案 从那以后在中国 信用卡支纳金 就是不合法的了 你再说我支纳金 已经是不合法的了 记住这一点啊 所以说呢 当时这个是概念是我这个这个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 一共是三万七千多块钱啊 各是三十多万块钱啊 那么起诉之后呢 按照这个偿还部分的百分之五 每月支付支纳金啊 然后利滚利利滚利利滚利 那么整个判决数达到了八千五百多字 说理占了六千七百字 主要是对付利和支纳金的计算啊 因为他付利啊 大家想付利支纳金啊 还是这个月产生的利息 在下个月又产生利息 在下个月又产生利息 所以说单单就支纳金 每年就达了百分之六十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规定啊 那个你的这个贷款利率 是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四的 年利率啊 这是超过他就属于非法的这种高利贷了 那么这时候已经达了百分之九十啊 所以说如果累计两年的话 年利率就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 一万块钱半年后就需还款一万四 年利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了 而且还要按照负利计算 利滚利上利利 没有上限 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件事 相当于银行公开的放高利贷 所以 我们说新闻还为什么不还 其实我们这样 第一个 百分之二十五的 这那四分之一的用户都有过预期没有还款的记录啊 那么其中最最多的百分之七十七十七是忘了还 哎呦忘了三号还款的金钱党还一开款 这一月开始给忘了 第二个 哎是没钱还占的是百分之九十最少 没有及时到账是百分之十四 现在还好啊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是知道 其实有这个问题啊 一 以前还款基本上是T加1T加2T加3 不一定他这个到款 这时间很难保证 所以说经常会过期没还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差了五万块钱 或者差了四万块钱没有还 那么我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好来还钱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这时候会有限制啊 一天只能还一万块钱 一天一万块钱 那么你想你要是四万块钱没还 你就得提前四天开始一万一万的还 这就说有些时候就来不及 因为我二号还三号还款 我到了月底还没还没想起这事 到一号想起来二号想起来 时间已经不够了 所以说经常会有这个现象 那么为什么银行可以收支纳金呢 是因为在99年啊 中国银行就公布了这个银行业务管理办法 其中的22条规定呢 发卡银行对代际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行为 因此分别按照最低还款和未还部分 超过信用额度5%收取支纳金和超限费 当时还有超限费 现在都已经取消了啊 因为在2016年4月15日 人民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自2017年1月1日去实施 取消了支纳金 就是2017年以后就没有支纳金了 而改称为什么 违约金 我们刚才说了支纳金是国家行政机关才可能去收的 你银行没有权利去收 因为你不是行政机关 但是作为商业机构 你是可以约定违约金的 但是违约金能不能按照负利这么高的利息来收 再说了啊 那么这个就按照相关方式和标准去说啊 而且不得收取超限费 就是2017年以后就没有超限费这回事了 大家记住 在银行再收你超限费 你就可以理直直上的跟他说 没有了啊 国家已经发通知了啊 而且你再收支纳金也没有了啊 国家已经不允许收了 这是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就提起啊 这是坑的 那么我们说信用卡其实是要养的啊 我有一个同事 他就不愿意办信用卡 啊 他是个老人嘛 哎 办了信用卡 他是什么 一办卡之后 呱呱 存了几单块钱进去 然后抓吧 这是什么 这不叫用信用卡 信用卡要想用的好 要想提高你的额度 提高你的信用 是要养的 对吧 什么叫养 我说 哎 咱打个比方 这样的啊 就说有两个人 你更信任哪一个人 一个人 他挺有钱的 但是你从来没有跟他借过 他也没从来没有跟你借过 你们俩没有经常的过吧 另外一个人呢 哎 钱虽然不多 他也 他能跟你借了好多回钱 而且每次都能保证 哎 借了钱 到底一定还钱 那么哪一个人信用更好 其实这样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跟我借过钱 还过钱 这种安时还钱的人 信用更好 这个人虽然很有钱 他百万富翁 他千万富翁 好有什么关系 他信用就一定好吗 我不信 所以说 钱有没有信用 一定要 有交往 有交往才能有信用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规则 就是信用卡的规则是什么 就银行 他怎么样 相信你是个良考的用户 是个高级用户 而且给你提供 提高你的信用卡额度 所以说 第一个 要懂得14个大行的 基本的规则和喜好 这个每个银行是不一样 有的喜欢刷大额 有的喜欢是小额多笔 所以说不一样 第二个 你要知道提额通道 打电话 短信 什么网银 手机APP 都可以 你要提高你的额度 第三个 Pulse机的知识 就是 你是在什么样的 Pulse机划卡是安全的 怎么样合理刷卡 才有利于提额 什么机器是能刷的 什么机器是不能刷的 什么机器只能刷大额 什么机器只能刷小额 什么机器刷了就有问题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我们在Pulse机后面会再讲 然后 每个银行 是叫稳定期额的 有些地方提的比较快 有些银行提的比较慢 看你想怎么做 所以要想把卡养好了 这个窍门 就是25加3加1 大家要记住这个窍门 25加3加1 想想什么叫25呢 就说 25就每月刷25笔 然后呢 要刷三笔大中的 一笔大的 这是最快的 25笔不一定整数 就是这个说法 你刷个28笔 刷个23笔 没有问题 这25笔左右都可以 相当于说 我日常每天都会刷一次卡 我刷卡 频度很高 每天都会在用 三笔中额就说 我不单要每天用 我其实还有一些 中等东西也用 比如说我 这个消费能力比较高啊 对吧 我中等也有 那么中等 中等是什么概念 就是不要超过30% 一般来说 就花个两三千 就是这种中等消费 我每月也有 另外 一笔大额消费 就是我每笔 都还有大额消费 我就说 我这个人啊 其实都会有啊 那么大额也是 不能拖太大 比如说 我5万块钱的卡 我一次又给刷爆了 刷爆 尽量不要把卡刷爆啊 当然有些时候会刷爆 尽量不要刷爆 那么大额是 这60%左右 比如说5万块钱的卡 哎 我花个两三万 这是合适的 说明我这个人 经济能力很强 我每个月都会有 两三万的这种 大的支出啊 不管我是干什么 买冰箱也好 买电视也好 或者买电脑也好 总之 我有大额出 比如说 我第一个月给儿子 报了一个课 哎 两万块钱 下个月 我又给儿子 报了一个课 又是两万块钱啊 说明我的这个消费能力很强 所以说 25加3加1 是不一样的 25说明你有 良好的用卡习惯 三说明你的 这种中度消费是正常的 哎 一说明你 每个月都会有 大额的消费 说明我的消费能力很强 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么 那是扬卡 如果方法不对 哎 有的人说 哎呀 我没干什么事啊 为什么都被降额 或者封卡了呢 哎 其实这个地方很 很正常啊 就是说 你如果刷的卡不对 很容易被降额 9950 或者说10150 哎 这就好啊 不要刷整数 第三个就是新生卡的额度 不要超过一万啊 那么每次刷卡控制 60%以内啊 而且同一天 不要在同一部机上 刷太多次 啊 另外一个就是在正常时间刷卡啊 比如说在9点以后到下午9点之前啊 你比下午半夜两点钟再刷一笔 这个就有问题 对吧 那么一般这种店 夜店是有啊 不能说没有啊 但是夜店一般那种看你刷的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样 而且一张信用卡 尽量不要在同一张机器上一天之内刷两次啊 两次之内也不要半分钟之内就刷完了啊 要间隔几分钟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知道 而且这里还有啊 不要一次刷爆 哇 一次就把卡 哦 天天把卡刷爆 说明你这个人有问题 对吧 哎 你的这个风险能力是不强 因为你的信用现金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你经常把卡刷爆 说明你的现金流是不够的 所以说你经常要靠信用卡给它刷爆来来处理 那么这就是有问题 而且不要在同一个商户交易多次 这有洗钱的嫌疑 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个人认识 天天去在泡子鸡蛋去刷卡 那怀疑你就是洗钱了 而且不要长期的套空啊 交易地区幅度不要太大 你今天在北京 明天就在上海 当然我们说经常会有人出差啊 除非你经常是这样的 说明你这个 你这个 北京和上海是你的商务往来地啊 那么这样还好 否则的话 你每天绕着全国刷卡 这就有问题啊 那么当然有时候旅行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啊 我们说这个要注意啊 就是说这个降卡降额 这个报息要注意啊 特别特别注意 不要刷整数啊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而且不要半夜三更刷卡 或者太早刷卡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好好地用卡 良性地用卡 既不要做卡奴 也不要胡乱刷卡 被人把卡封了 甚至被人监管了 这都是有问题 好吧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接着来讲ATM A PAUSE 感谢大家 感谢 感谢